看过这样一句文爱 爱其他人我永远会错 爱德云社我绝不会错 爱德云社从来都是双向的奔赴 而非一厢情愿 张云雷的乐队叫绿海 秦潇贤的第一首歌叫月光 爷们儿会拿着快板奏向观众席 他们啊都是温柔的人啊 就像二奶奶们与二爷不需要彩排 就能默契的接唱与合唱 就像二爷手一挥 丫头们就能接上 你唱落平川 丫头们便陪你落平川 你说你听不到伴奏 丫头们便合唱给你照节奏 但是他呀也给了他的丫头们所有的安全感 在他的丫头们受到伤害时 一纸律师函把他的丫头们护在了身后 但是他呀也绝不惯着他的丫头们 他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姑娘们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而他的丫头们也从未让他失望 郭老师调侃过 当张云雷的粉丝多不容易 啥都得会 上海的国潮音乐节 丫头们给了他一片绿海 他还了姑娘们一个绿海 爱从来都是双向的奔赴啊 秦潇贤的第一首歌 是给他的白月光的 名叫月光 前两天京东直播时 他说他一会儿回小院子 结果直播结束 他就赶去了小院子 兑现了承诺 他知道自己的粉丝 大部分年纪偏小 他会遮住自己的纹身 告诉那群丫头们 纹身很疼 不要去 你说他抽烟吧 看到小朋友他会掐面 你说一个抽烟喝酒 蹦迪的男孩 怎么会这般温柔 白月光给他写了一首歌 秦时明月白月光 写了本书 你好 秦潇贤 爱你哟 是老秦与白月光们的暗号 爱从来都是双向的奔赴 你爱你哟 不止他们两个 德云社的角儿 都是温柔的代表 对天对地张九南会 在散场时跟姑娘们说 小妹妹早点回家 注意安全 爱他们永不会错